蔓延对欧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面对压力全州企业采取了加减法的销售策略 虽然临近中午 但在三公金高石工具公司里 工人依然忙碌 他们正在赶一批沙特阿拉伯的订单 这一两个月企业接到的中东地区订单增加了 因为它石油的价格给它带来非常大一个收益 然后他们在看到了这个问题以后 他们也增大了他们当地的很多的一个基础的建设 包括理由商业这一块 然后就带动了它整个的建筑行业建材行业的发展 对于我们全州以建材为主的一个行业是非常大的帮助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目前来讲我们的整个增长量已经超出我的意气了 作为一家出口型企业 长期以来企业的出口份额都是欧盟中东东南亚三者均衡 但今年来欧盟市场的疲软导致了订单急剧下降 相比之下中东市场的需求量却以20%到30%的增速推进 这让企业看到了中东市场的潜力空间 为此企业迅速调整了销售策略 一方面加强与欧洲买家的衔接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开拓中东市场 目前在中东这一块中国的产品 中国制造的产品应该还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潜力 它的性价比各方面都会比欧美这一块更有竞争的优势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对于我们来讲 未来来讲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 全州不少企业的外贸结构正在变化 对中东拉美非洲南亚澳新等新兴市场的贸易额逐步提升 我们现在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老总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带队 带团出去古巴墨西哥等地 这些去了解欧云比云年的市场 特别是古巴 它是市场是对外开放 但是我们是最早建立古巴市场 现在已经在古巴了 企业出口我们量要上去 只有规模 整个企业的出口规模上去 整个全市的出口才能够上来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解决一个企业 尽量在欧盟内部多找一些市场 多开展一些展销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 在欧盟市场之外 我们也同时也开展了很多场的活动 就做到东方不量西方量 一些新兴的市场 比如说东盟的市场 这一块我们今年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 在欧美经济出现衰退之时 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各不相同 所受冲击也有较大差别 但基本面仍较健康 针对这一现状 全州一些出口企业抱团开拓新兴市场 北非南美中东等地区都有全州商品的身影 新兴市场已逐渐成为 我是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 以价格战进入新兴市场的做法并不明智 一方面 企业以后要想把价格提升到合理的水平将十分困难 另一方面遭遇反倾销调查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因此企业在进入这些市场时 仍应当坚持走品牌这条路提高产品竞争力 通过调整外贸格局 全州企业一定程度实现了出口的占卜平衡 但是随着欧债危险